嗨各位 我是錦穿1 歡迎來到閃電11人系列的感動大結局銀河篇招式表 是的 歷經3、4個月這個系列也是差不多該結束了 OK那 事不宜遲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銀河到底有哪一些蝦刀爆的招式吧 好的 地球11人背號1號擔任守門員的就是前天才籃球選手錦吹宗正 錦吹原本是一個非常自負什麼事情都想要一個人蠻幹的超級獨行俠 也因此他選了守門員這個可以一個人擔任的職位 錦吹的必殺技不用說一半都是跟籃球有關的 有狂野灌籃、生獵斬、還有逆靈扣殺 而他的獸魂則是一隻長矛像可以用彩的把射門擋下 歐隊分享一個小姿勢 陝西至今為止的我方守門員 袁塘、立相居、三國、杏柱、錦吹跟錦野、艾依 錦吹的守門成功率竟然是僅次於袁塘的第二高 對 沒錯一個門外漢直接屌打三年始終如一的守門的三國 好吧到這個程度只能說三國學長既沒有看人的眼光更沒有運動的天賦了 三年的努力被三個月天才給打爆 再來 背號二號的成員是三村好夜位置後衛 好夜是地球十億人裡面唯一一個完全沒有被提到是從哪一個領域來的天才什麼東西 個性非常怕生膽小單純就是很喜歡動物這樣 但不知是否因為如此好夜是最上第一個覺醒獸魂的人物 他的獸魂是一隻綠狐狸可以用來搶球 然後好夜的必殺技也是一招搶球技好夜巨球 還有另外一招動畫未登場的雙人搶球技 樹葉浪漫旅 背號三號位置後衛的傑凡和仁是一位因功殉職行進的兒子 而傑凡技強的父親強大的心理洞察能力開發出了新的必殺技 他的獸魂貓頭鷹基本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不過說實在比起立殺技 傑凡發揮聰明才智破解對手伎倆的次數還是比較多喔 例如在打水之星球的時候面對有辦法毒心的敵人 就是傑凡想到可以靠臨場反應來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 還有在打那兩個笨蛋兄弟的時候 傑凡直接發明出了一個只對他們有用的招式 看!那裡有幽浮!來騙他們 OK那下一位是傑凡的CP好機友真名部正義郎 真名部是一個數學神童家境非常優渥 可卻有點霸寶媽寶的傾向 在場上真名部經常用這個上下圍框的手勢來計算球飛的角度 而必殺技正是由此衍生過來的手背方程式 另外真名部的野獸之力是全隊中最小一隻的蜜花 可以用他銳利的爪子來搶球 最後真名部跟傑凡還可以使出雙人合體搶球技勝者邏輯 再來再來背後5號的成員就是 鐵角真原世界級拳擊選手 因雙手受傷進入療養期後為了幫老爸籌備修傳資金而加入閃電日本隊 鐵角絕招清一色是以拳擊為靈感但不是出拳而是以靠打拳培養出的步法 第一招必殺技是搶球技一味抄劫 而第二招則比較特別是射門反擊技死亡直拳 對跟艾德卡的誓約勝利之劍有那麼一點像 可是這一招基本是只能用來反擊的不太有辦法直接拿來當普通射門用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個概念的直到小金剛跟阿肥的夢想毀滅無腦狂翻反擊體出現 獸魂是一隻紅色水牛 九板龍二是本季的非鷹擔當原不良少年 平時有戴頭巾的時候個性非常的溫馴 可只要一被擊倒他就會性格大變頭巾脫落 整個人連髮型都會變得完全不一樣最後失控 就跟他的獸魂大灰熊一樣可以很溫馴也可以很兇暴 九板本身是沒有在某一個領域取得特別亮眼的成績 不過人家的招式大多都具有一個很不良的叛逆八加九感 九板的必殺技有射門器、胸爆、頭錘、雙手插口袋 超用力一頂把球射出去的兇狠絕招 這遊戲裡還有另外一招過人是叫兇惡眼神 對的也就是用力一凳把對手嚇得不敢來截球的超強絕招 七號野孝英是新體操界的超級新星 然而因為從小被父母嚴厲管教時 人家培養出了一個非常假掰綠莎臭表的個性 習慣利用別的隊員來讓自己成為聚光燈的焦點 還有後面人家要洗白這樣 論踢球方式的話 野孝英是隊上最特殊的一位成員 他踢球動作融入了大量新體操元素、肢體非常柔軟 而必殺技則是過人技華美之圈 他的獸魂領羊同樣也是用來過人 只可惜小鷹或許是整部鷹殼裡面招式被刪最兇的角色沒有之一 他有真正兩大招 其他個人的必殺技都被留在遊戲裡面 有搶球技彩帶之物 跟射文技美人於衝擊 他跟好業還可以一起學會夢蝶05 重現當年塔子跟麗香的良女一球 好吧講了這麼多 門外漢總算是輪到專業的出場了 8號一如既往的就是天馬 這一次天馬雖被拔掉的化身跟合體 但因為他自己本來的招式就超級多 所以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影響 新過人技是比什麼鬼王者之劍還要帥100倍的Z字轉身 獸魂是可以不只讓自己過 還可以再隊友過人的一匹馬 後面理所當然會進化成天馬 最終決戰天馬發明出了新的射門技 暴風 龍捲風 颶風 颶風等同於無印本的天空墜擊 是夠3技下來威力最強的單體射門 倒是我們可以來借機數一下天馬到底有幾招過人招嗎 微風靈步 風穴驅動 侵略性脈動 王者之劍跟 Z字轉身 一共5招 好吧 真不愧是盤球鬼神齁 第二位OG成員是神童拓人 受魂是孔雀 雖然神童這一季的站位估計還是寫中場 只不過由於本季有一半的時間 隊友都在處於一個派不上用場的狀態 所以神童在銀河裡面基本算是半個後衛這樣 如他的新招搶球技 起因攔截 這招擋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射門 幾乎快跟特雷斯的銅槍鐵地長一樣等級了 最後一位OG肯定是劍城啦 劍城在銀河裡面有一半的時間都處於被綁架的狀態 所以幾乎沒啥表現 可人家的新射門倒掛之劍依舊是非常的帥的 順帶一提這個招式在B站綜藝版中就翻作單車之劍 這是錯誤的 因為Bicycle Kick在足球術語中是倒掛經溝射門的意思 因此Bicycle Sword翻譯成倒掛之劍才比較合理 然後劍城的獸魂就是一隻灰太郎 於最終的戰 天馬神童跟劍城三人合體 使出了無限地球之歌獲得至勝的一分 順目准人位置前鋒背號11號在來踢球之前 順目原本是田徑社的王牌選手 平時給人一種好好先生的印象 但是這其實只是偽裝而已 由於家境親函的關係 順目橫則就看透了人性黑暗勢烈的一面 這就使得他在可愛的表面下個性十分的現實消極 直到後面他解放了自己的黑暗面 開始隨心所欲到處嘴人的時候 他有一邊的頭髮超級神奇的突然挑染成了藍色 原理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好 不管順目的絕招有射門技 跑酷攻擊 受魂士 遊准等劍城歸隊之後 他也跟順目一起踢出了新的可體射門技 黑色黎明 OK 那地球十一人最主要就是以上這些成員了 接下來這兩位是影山特別找來的板凳球員 第一位是四川作明久郎 呃 是的沒錯 他極有可能就是札納克的祖先 可是跟橫衝直撞的後代很不一樣的是 他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人齁 作明久郎原先是一位年輕的格魯記演員 在準備演獅子王這個角色的時候他獲得了一些體悟 因而覺醒了獅子的獸魂 從頭到尾他就是用這麼一招沒有別的 但遊戲裡面人家其實是有一般的射門技的歌舞技爆裂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他刪掉 動畫有的只有打Boss的時候 作明久郎疑斯受到了內心咆哮的野性所呼喚 使出了全新的絕招 胡乃最強 所以原來札納克這招是一招代代相傳的 痾 必殺技嗎 話說關於這兩個人還有一個有趣的聯繫 就是在蟲蟲星球一旋搭乘毛蟲快速攬車的時候 作明久郎不禁露出了歡樂的神情 這應該是在暗示跟他標準機的後代一樣 作明久郎同樣喜歡高速的載具 好的 那最後一位我方成員就是 英魂不散的皮卡丘西元慶祝 慶祝聽聞天馬他們要為了捍衛地球去上太空比賽 而跑去要求隱山讓他入隊可卻被人家一口拒絕 但幸祝無論如何就是想要綁上天馬的忙 因此在出發之際幸祝直接偷渡上車 後來被發現後隱山就准許他加入隊伍了 原因是他拒絕幸祝本來就是給他的一個考驗 一開始大家以為就代表幸祝有覺醒受魂的資質對吧 但其實也沒有 而且由於化身跟合體都被禁止 間接導致幸祝只剩下一招操水的青天鐵拳可用 欸不是 隱山你所有一切都是計劃通勢騙人了吧 這個傢伙應該真的只是不小心偷渡上來也來不及下去了吧 好吧好吧好吧 至少接近解決部分 幸祝多了一招原地升空把球頂出太陽系的銀河火箭 不說你不信 有這招之後他的守門率反而變得比原本有化身跟合體的時候都還要高了 OK 接下來是敵方對我的招式 第一組 假南韓代表 火焰神龍 這對招式超級無敵混 幾乎是從無印版沿用過來的 守門技 大爆發槍 呼推手 強求技 遞走火焰 只有一招射門技是新的 迅捷之火 說實在看起來真的還蠻low的 第二隊 假澳洲代表 蔚藍巨浪 招式同樣也幾乎跟武印版隊伍差不多 射門技一樣的巨石殺射門 只多了一招必殺戰術 在動畫裡面被重複用了超級無敵多次的吸收之陣 再來第三隊 最對就是一個新面孔了 阿拉伯代表 星月彎刀 本隊的招式設計的全部都非常的阿拉伯 有必殺戰術 大沙漠殺藍 射門技 石油衝刺 還有守門技 乾旱打擊 呃 雖然我們會吐槽義大利隊用北歐神的招式射門 美國隊出現的神獸也都跟美國沒有關係 但說實在只有跟我們看到閃電日本隊每一個人都在那邊相鋪射門 忍者分身過人海 武士刀射門是差不多的概念 這樣一搞大家也只會覺得太刻板印象吧 然後第四隊 泰國代表 馬克蒙虎招式有 四神鐮刀中斷 守門技 殺手軸擊 射門技 象牙衝擊 呃 所以泰國人踢球的時候都會順便打武功嗎 最後亞洲預賽的決勝隊伍 烏茲別克斯坦的暴風之狼 必殺技有射門技 黃金狂熱 還有扭轉籃節 過人技 思路幻象 以及合體搶球技 迴旋血滴子 好吧 儘管這些區域代表終究還是本季的免洗雜魚 但他們起碼為了這群尚未開化的地球人 特地跑來人家的土地 特地穿著人類的皮囊比賽 單就這份良心齁 我們還是得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掌聲好不好 突破地區預賽後閃電日本正式前往宇宙參加巨人盃 而疫情人第一個對撞的隊伍就是沙漠行星桑德利亞斯的十一人了 桑德利亞斯是一顆居民都非常守禮節 眾名譽 討厭不公不義的星球 然後畢竟是殺之獲星他們的招式大多都是跟沙子有關係的 搶球技 挖起 過人技 挖通 本隊隊長卡茲爾瑪還有一隻獸魂叫多奧瑪是一隻類似蜥蜴的生物 不過還沒有玩地球11人的進擊的過程中 由大魔王星球派來的四個打手紫天王都會以幫手的身份進入敵對幫忙 負責桑德利亞斯的紫天王巴爾加是一個毫無名譽可言的大老粗 必殺技是搶球系岩石槌 接著進到第二顆星球 水之行星 薩札納拉11人 薩札納拉人擁有可以看穿對手想法能力 在他們眼中每一個對手頭旁邊都會出現一顆叫阿茲魯的光球 而他們能夠透過判別阿茲魯的狀態來毒別人的心 另外這一隊也是拳技可愛的妹子最多的一隊 例如隊長波外就萌到一個不行喔 薩札納拉11人的必殺技從搶球技開始有大瀑布 射門技 沸騰泡沫 守門技 爆水壓制 然後這一次紫天王跑來助陣的是一位女性球員希拉莉 嗯 看來上頭是有看顏值來分配出差地點的阿 必殺技則是過人技 折疊銳刃 一招操控水把你定住 然後再想你一技女王巴掌的抖M專用招 格頓是一顆氣候極為炎熱的火山星球 生活在上面的鳥人族其中的西邊部落為了克服嚴峻的環境 而主動捨棄的翅膀改裝成機械手臂 並靠此大幅推動了科技的發展 然而這也造成了東西兩邊崇尚自然與科技的理念鬥爭 格頓11人的隊長阿爾貝加就是西邊部落的領導者 然後正好他老爸則是東邊部落長老這樣 OK那格頓的必殺技有射門技 火山岩 過人技 岩漿地毯 守門技 動畫沒有出現 呃 是的 敵方隊長明明是守門員 但動畫組卻連他的招式都沒有做 只有出現阿爾貝加的獸魂豪龍 喔對 這次的子天王是由一個叫羅登的小矮子來助陣 羅登的個性也是非常的討厭 至於獸魂之力則是多魯加 一直活像是從小朋友很愛玩的那種機甲動物 索斯機械獸裡面跑出來的太空獅子 還是恐龍阿 最後準決賽出現的就是寵寵星球拉托尼克星的11人 拉托尼克人由於壽命短暫因此每一個居民的人生觀都相當豁達 比起延續壽命更加注重自己的所見所學有沒有順利傳承給下一代的人 而本隊焦點人物班達他就是一個上場比賽當天剛好是自己壽命最後一天的傢伙 在場上他全力享受足球卻來不及踢到最後一刻 拉托尼克人的必殺技有過人技、蘑菇跳躍、手奔技、血盆大口 班達後面覺醒的絕招觸手抓取 跟隊長的獸魂之力苦思菲 是一次可以丟出粉紅包子煙霧彈的大象 紫天王最後的兩位成員是一對兄弟劉哥爾跟鋼達蕾斯 哥哥非常的喜歡吹牛 弟弟卻永遠只會說哥哥你真厲害啊 總而言之就是一組腦袋不怎麼靈光的組合這樣 但是呢他們的合體器 伊甸、孝明、威力仍是不容小覷的 兩個人也都有獸魂 佩利恩跟貝利恩這邊也是成雙成隊 終於我們看到決賽隊伍法拉姆歐比亞斯的法拉姆迪特 法拉姆歐比亞斯是一顆巨大到無法想像 技術力強大到蘇利壓倒全銀河系的星球 銀河巨人杯正是為了不讓銀黑洞 還有人口獲勝問題而瀕臨蜜王的法拉姆歐比亞斯 直接跑去侵略別人的星球而舉辦了賽事 好啦講到法拉姆迪特比較尷尬的一點是 他裡面大多數隊員前面都已經出現過了 紫天王就不用說還有綁架過來的建成 所以大多數的招式都是重複的 唯一的幾個新招只有守門技、反彈光層跟搶球技全息所影 可是你以為到這裡就結束了嗎? 我原本也這麼以為 但不 比賽比到中間 隱山靈智突然完全沒有理由的跑到敵隊上場踢球 他到底是怎麼混進去的 教練為什麼會放他上場通通不重要 反正隱山他上場之後踢出了烈焰龍捲風 皇帝契兒2號場面一度瞎的讓人不忍直視 不過抱歉還可以更扯 這個上場的隱山呢 其實只是他的複製人而已 目的出來讓比賽能踢的更激烈一點 邏輯什麼的早就已經被黑洞給吸走了 天馬跟劍城之間的激烈碰撞 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出滿了宇宙大炮能量槽 眼看就可以轟飛黑洞拯救法拉姆歐比亞斯了 然而就在此時 本作的幕後黑手才終於獻出真面目 伊克薩爾弗利德 伊克薩爾弗利德是一顆在200年前 遭到法拉姆歐比亞斯侵略並摧毀的行星 其中184名伊克薩爾的幸存者雖然順利逃脫 但最終從藏內的東邊系統中醒來的就只有11個人而已 於是這11位幸存者便決心而為母國復仇 伊克薩爾弗利德的絕招大多都還蠻帥 有隊長奧茲龍的射門技 星雲噴發 搶球技 判決之光 而本隊的獸魂也是所有敵隊中出現的最多的 有守門員的奇奇拉斯 一直用四隻觸手擋球的大章魚外星怪 後衛的雷迪奧 一隻長得像梅花露的生物 還有奧茲龍的 沒錯 伊克薩爾 一隻有超多觸手還可以用觸手凝聚能量發射死光炮的巨型外星怪 最後也介紹一下他們的必殺戰術 狂怒之光 至少可以用來封印對手的獸魂能力 啊 其實沒啥特別的 然後閃電11人夠 銀河片招式表在這邊結束了 我是錦川儀 感謝所有從三四個月前就一路跟到現在的各位 人數絕對不能算多 但誰叫閃電11人在現代 確實已經是一個奄奄一息的IP 阿蕊斯跟獵戶座 哪天我想要折磨我自己的話 我才會拿出來看啦 所以大家可能想看要再等一陣子 我是錦川儀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